第五题 试求下来个小题符合条件的圆的方程式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过点A坐标0-3 及B点坐标25 且圆心O1在S轴上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来求这个圆的方程式 那么根据题目的意思 我们在坐标平面上就来画一个圆的示意图 那么这个圆通过A点坐标0-3 通过B点坐标25 而且圆心O1就在S轴上 所以首先我们就来假设圆心O1的坐标 那么因为它在S轴上 所以我们就假设它的坐标就叫做是K0 那么接着如果我们把A点跟圆心O1把它连接 那么这个就是圆的半径 我们说它是R 那么同理B点跟圆心O1如果我们把它连接 那么这个也是半径R 所以我们就说这两段都是半径 意思也就是说O1A的线段长度 那么就会等于O1B的线段长度 都是等于半径 那么要算两点之间的距离 我们必须是开根号 那在这边避免开根号 我们就两边同时把它平方来计算 那么因此O1A的线段长度 那么就是S分量相减 所以S分量就是K-0整个的平方 那么再加上Y分量0跟-3相减 那么就是0加3整个的平方 等于我们来看O1B这个线段长度 所以S分量那么就是K-2的平方 那么再加上Y分量相减 所以是0-5的平方 我们来画减 所以K-0就是K 那么因此这里我们得到的是K平方 再加上0加3就是3 3的平方得到是9 所以就等于K-2的平方 我们把它展开来 所以得到的是K平方 减掉4K再加上4 那么再加上0-5就是-5 负5的平方得到是25 所以这个式子里头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把K平方跟K平方 我们把它消去 那么因此我们就得到是4K 那么这4K的值呢 就会等于20 所以我们就求得K的值 那么就是等于5 求得K的值等于5 因此我们的原型O1的坐标 那么就得到也就是说坐标 那么就是50 求得原型的坐标 接着我们就来求半径R 那么半径R就是O1A的线段长度 或者是O1B的线段长度 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选择O1A这个线段长度来计算 这个呢 就是它的半径R 那么因此呢 就是等于根号 K值呢 是5 所以5-0 这里呢 我们就直接写5的平方 那么再加上0-3 那么就是3的平方 所以呢 计算结果得到半径 那就等于根号34 所以呢 求得原型 求得半径 我们就利用呢 心境4来写出呢 圆的方程式 所以根据心境4 那么就是呢 S 减掉呢 这个原型S的分量 那么就是5的平方 再加上呢 这个Y-0 那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写Y的平方 等于呢 半径R的平方 半径R呢 是跟到34 平方之后呢 得到是34 这个呢 就是圆方程式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过点C坐标2-2 及低点坐标-1-1 且圆形O2 在直线Y等于2S轴上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呢 那么求这个圆的方程式 那么根据题目意思呢 我们来坐标平面上 画一个圆的示意图 那么题目上呢 这个圆通过CD这两个点 而且呢 圆形O2 在直线Y等于2S上面 来求这个圆的方程式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来假设圆形O2的坐标 那么因为呢 圆形O2 在直线Y等于2S这一条轴上 所以呢 我们就先假设它的S呢 坐标 那么叫做K 那所以Y坐标呢 等于2S 那么S是K 那所以呢 Y坐标 我们就假设呢 它是2K 也就说呢 圆形O2的坐标 我们就假设呢 是K 2K 那么接着呢 如果C点跟O2圆形连接 那么这个呢 就是半径 我们说呢 它是R 那么D点如果跟O2圆形的连接 那么这个也是半径 所以呢 它也是R 所以呢 这两段就会一样长 那么这两段一样长的意思呢 仿造我们刚刚做的 也就说呢 CO2这个线段长度就是半径 那么就会等于呢 C2D的线段长度 所以呢 我们仿造刚刚所讲的 我们就把它的平方来计算 首先呢 我们来看C点跟O2这两点之间的距离 意思也就说呢 我们利用K 减掉2整个的平方 那么再加上这里呢 Y分量是2K 减掉的-2 这里我们就写呢 加2的平方 所以呢 就会等于C2跟D点的坐标长度 所以呢 它的S分量就是K 减掉-1 我们就写呢 K加1的平方 那么再加上的Y分量 Y分量也是2K跟1 所以呢 就2K-1的平方 所以呢 这个方程式 我们来求K的值 所以呢 首先我们来看K-2的平方 那么K-2的平方呢 我们就得到4K平方 减掉4K再加上4 那么再加上2K加2的平方 我们得到的是4K平方 加上8K再加上4 那么就会等于呢 右边K加1的平方 我们得到呢 4K平方 我们得到呢 4K平方 再加上2K再加上1 那么再加上2K-1的平方 那么意思也就说呢 4K平方 那么跟呢 4K平方 所以呢 也是5K平方 我们就把它呢 消去 那么接着呢 我们来计算K值 -4K加8K得到是4K 那么4K呢 右边有2K-4K 得到呢 是2K 我们把它移到呢 左边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得到是6K 那么这6K呢 是常数4加4 是8 那么再呢 减掉2 4呢 等于6 移到右边 得到呢 是-6 所以呢 我们就求得K的值 就等于-1 求得K的值等于-1呢 那圆形O2的坐标 K 2K 那么因此坐标呢 就是-1-2 求得圆形的坐标之后 我们再来求呢 这个半径R 所以呢 半径R 我们就利用呢 C点 跟圆形O2这个线段长度来计算 那么因此呢 就会等于根号 我们利用呢 2-K K是-1 那么因此呢 就是2加1 得到呢 是3的平方 那么再加上呢 负2 减掉呢 负2 那么就是0 所以0的平方 计算结果呢 就是根号9 开根号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半径是3 那么因此呢 求得圆形O2的坐标 求得呢 半径R等于3 所以呢 这个圆方程式 那就根据呢 标准式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呢 星径式来计算 所以呢 就是S 那么减掉了负1 这里呢 就是加1的平方 那么再加上呢 Y减掉负2 那就是呢 Y加2的平方 就等于呢 半径的平方 半径呢 是3 那么因此3的平方呢 就得到是9 这个呢 就是圆的方程式 所以呢 题目要来求呢 符合 这个圆条件的圆方程式 那么第一小题 我们计算完毕之后呢 得到这个圆方程式 那么就是呢 S-5的平方 再加上呢 Y 平方 等于呢 34 那么第二小题呢 我们求得这个圆的方程式 那么就是呢 S-1的平方 加上呢 Y加2的平方 等于9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